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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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海局势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 日前泛文表示台海若爆发冲突 无论美国是否介入 中国需满足三大条件才能赢得战争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核弹头需要突破千枚 持续扩大军力 以及需要有短时间内用常规炸弹 完全覆盖台湾岛上军 文字内设施的能力 此言一出舆论话言 更有人认为胡舍俊敢在 将中共网绝路上引 日本资深媒体人刺板名夫认为 胡石俊的这些话 或者就是所谓的高级黑 中国现在大概拥有300枚核弹头 想将它旷扩充到1000枚以上 制造费和维持保养费都是天文数字 加上胡石俊所说的 投放炸弹所需的费用 逐意拖垮中国的经济 他用这种方式表面上是给武統派加油 实际上可能是想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难而退 两岸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外大担心 台湾可能会被中国封锁 对此财经专家胡彩平认为 台湾哪怕你封锁 一来你锁不住 二来我台湾只要锁定你 盐田宁波上海下门 这些港口骚扰就可以 我不用全炸 事实证明我只要炸一个 其他全部都会瘫痪 胡彩平解释说 疫情期间每次深圳盐田港 浙江宁波港被封锁 整个中国故事就要跌 因为进出后贸易冻结 盐田港一封所有的船都改到 整个华中华北大失港 宁波港更惨 风起来船只都不知道该往北还是往南 他表示港口失港后 中国陆路运输就跟着混乱 中国内部的供给很快就出问题 那对战事非常不利 有网友回复说 那的确是事实 因为已导弹封锁一个港口 并不需要精确制度 只要能落到港口范围 商船就不能入港 因为保险不理赔战争所导致的损害 当然中国也可以在各港口 部署反倒装备 但从乌克兰的情况可知 反倒不可能达到100%的拦截率 而且中共有没有能力部署反倒装备 还是个问题 近日因应台海危机 美国再次释放抗共舞台的动作 然而中国百姓对于武统台湾的看法 估计会让中共航难 星期三美媒商业内幕报道说 专门擅长在边远小岛上作战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快 将被部署在距离台湾很近的周边地区 据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月宣布 美国将在2025年前 将驻守在日本冲城岛上的一支 海军陆战队部队 重组为宾海战斗团 据悉 首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宾海战斗团 组建于2022年3月 翻号为第三海军陆战队宾海战斗团 去年该战斗团曾在航望建 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雷宋海峡进行演习 今年4月将重返菲律宾 参加规模堪称历史之罪的 美非兼并兼联合演习 而且这次演习的地点将是雷宋岛北部的 不依罗哥省 这里可以摇览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巴士海峡 商业内幕认为 此举反映出美国及其民友 正是都为中共当局可能针对台湾的侵略行动 做紧张的准备 对于台海开战的问题 中国百姓是怎样看的呢 日前一位黑龙江网友 在网易跟帖引发鱼轮关注 田文强调 江山都是共产党的 你们打台湾关我们什么事 田文直言 我们没有养老 没有医疗 没有住房 我们连摆摊的地方都没有 疫情大爆发 没有给我们一粒药 我们现在感染得这么重 你们不管我们死活 生孩子想起我们了 牵血想起我们了 打仗想起我们了 让你们的子女子孙 从世界各地回来上战场啦 外界认为这只田文突显出 中国人的怨气不断增加 不少人正在觉醒 开始与共产党划分界限 警惕被其利用 据悉中共老公报 享有医疗特权 占有最好的生活和医疗资源 进口药品都100%报销 但在今次疫情中 他们的离世率却是最高的 网络截图显示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 白宝山骨灰墙 每年全进1000盒左右 每月平均死83.33人 而今次疫情一个月 就死了2.4万 听局司级干部死亡率 是往年的288倍 普通百姓的死亡率增加了多少呢 网络截图显示 其阳元今次疫情 一个月去世79人 离世率是79除以1,198 等于6.59% 去年同期走了29人 离世率是29 除以1,198加29 等于2.36% 6.59%除以2.36% 等于2.79% 本次疫情中 普通百姓死亡率增加到2.79倍 因为死亡率是中共的机密 当前大众的死亡率 只能找到这两个统计数据的平均 即3.67加2.79 除以2等于3.23% 288除以3.23 等于89.2% 也就是说老幹部的死亡增加倍数 是大众的89.2倍 如此说来 中共幹部的离世率暴增到288倍 高于百姓近90倍 明显是在超高天下 病毒是灭共而来的 2020年3月 疫情爆发之初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就写出理性一文 警醒世人 目前中共病毒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离逃太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 不信你们看一看 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 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样 那怎么办呢 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我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啦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信走声务以待 最后我们来关注两只简讯 路透社报道 星期二美国简母和 盗版额名市场报告提到 中国是藝物产品最大的制造国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2021年召获的藝物产品中 有四分之三来自中国 其中有一些产品是从中国转运到香港 美国贸易代表 带其近点名微信 自这个中国最大的通讯软体 是没有排产品流通的主要平台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处众表示 全球速卖通 八道网盘 敦煌网 拼多多及淘宝 以及移乌国际商贸城 深圳华强北电子产品 北京售水街等七个实体市场 继续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1月31日 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官方微博账号发声明称 将铲除煽动仇恨和暴力 的不友好评论 并说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 更反问中国网友们 是否也会发同样的帖文 评论中国和中国政府 德国使馆指出 因种族呼吸或声取向而变低别人 煽动仇恨和暴力 以及否认胆化甚至为大屠杀 辩护的言论我们都会予以铲除 不少中国网友支持德国使馆 并称 真是很少看到有血有肉 不含无其次 敢表明态度的姑美 同时批评五毛们 微博上不少人对我们国内自己的事情 连个屁都不敢放 对别国的事就是被外交暴到晚 近年来 中共不断煽动外国仇恨 五毛小粉红经常蜂涌出征 三方网络暴力 外国使馆或名人的社会账号 尚尚莫名奇妙地 遭到毫无底线的漫码和攻击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